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 每周分享家庭美食 今天用南瓜分享两种南瓜饼的做法 酥脆好吃 两三种材料特别好准备 在家轻松完成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这款美食是怎么制作的 首先准备500克的新鲜南瓜 把南瓜切碎 放入到一个盆中 然后放在蒸锅里蒸熟 根据自己切的南瓜块的大小 用一根筷子戳一下这个蒸好的南瓜 如果特别软就证明南瓜已经蒸好 蒸好后的南瓜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在南瓜里加入少许的白砂糖 南瓜本来就有一点甜 所以这里面加入的白糖不是很多 只加入了30克 把南瓜和白砂糖搅拌均匀之后 南瓜里再加入400克左右的水膜糯米粉 加入糯米粉的份量肯定也要根据蒸好南瓜的含水量去添加 最后要把这个南瓜馅揉成一个柔软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如果没有把握可以先添加350克的糯米粉 感觉软了可以再添加一点 如果糯米粉多了南瓜馅硬了 还得再去蒸少许的南瓜 就特别的麻烦 取一个鸡蛋大小的南瓜馅 厚厚的裹上一层面包糠 这样的话南瓜饼就做好了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还有一种南瓜饼的做法 是我们经常在蛋糕店或者是小吃街吃到的南瓜饼 是用早餐饼干中间夹一块南瓜 四周裹上一层白芝麻 这样的南瓜饼做出来就会特别的好看 面包糠和早餐饼一般超市都会有卖 特别的方便 在北方很多家庭一般都会在家里做一些炸午盒 炸茄盒 炸鱼 经常会吃一些油炸类的食品 这样我们可以在做这些美食之前 先炸出一大盘南瓜饼 油的话不用烧至太热 竹块放进去轻微有一点冒泡就可以 南瓜饼刚放入进去的时候是沉底的 等着南瓜饼漂浮在油面上的时候就炸好了 面包糠式的南瓜饼同样的炸法 只不过炸之前把南瓜饼捏扁 这样更好熟一些 做出来的南瓜饼表皮酥脆 里面软糯 家庭的一款简单小美食南瓜饼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 请帮忙关注 点个赞 谢谢大家 为了方便大家去寄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 材料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chnet个赞